未在台北市万华区 这家饭店被控诉 光是办理入住手续 就等了将近八个小时 甚至还有人等过夜 才排到房间 看起来气派的饭店大厅 却挤满了人 大家拎着行李排队 长长了人笼从柜台开始延伸 旅客简直气炸 因为有人从下午就开始等 三点露宿他说房间清洁还没有好 那还没有好的时候呢 等到五点的时候 他们又跟我们旅客讲说 我们现场的朋友讲说 要到六点房间才会好 房间还没好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 九点多快十点的时候才入住 就算晚入住 隔天还是正常时间退房 顾客损失的权益 饭店又该如何负责 我想旅游那么久了 应该从来没有遇过 这个饭店清洁 让客人在大厅等那么久了 Google评论上刷了一整排的负评 几乎都是一颗新评价 有人说第一次看到饭店 check in 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 房间都还没扫完 还有人说饭店人员感觉无关紧要 根本不在意客人的感受 对待会儿的客人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那主要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当天外包厂商的人力 确实出了一点状况 饭店表示已经陆续打电话 一一跟客人致歉 接下来也会加开check in的柜台 还有休息室提供给客人等候 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 三立新闻黄星辰 声外一台被采访报道